查士納總理閣下 首先 我要再次向查士納總理閣下 以及各位貴賓訪談 表達誠摯的歡迎 聖盧西亞是臺灣在加勒比海的堅實友邦 查士納總理閣下更是臺灣的好朋友 不僅多次在國際場合為臺灣仗語集言 也非常積極深化兩國的合作關係 這兩年多來 有查士納總理閣下的大力支持 兩國在基礎建設 農業 資通訊 技術 教育文化以及醫療等領域合作無見 有許多成果 我們也期待未來可以擴大合作的領域 例如在觀光發展上的經驗交流 聖盧西亞有豐富的觀光資源 查士納總理則有航空業和旅館業高階主管的經驗 也曾經擔任觀光部長 在總理閣下的帶領之下 聖盧西亞的觀光更是蓬勃的發展 查士納總理先前跟我國的技術團交流的時候 有提到 臺灣和聖盧西亞雖然分屬東西兩半球 但是可以相互合作成為全球經貿發展的窗口 共創互惠互利新的關係 這一點我們也非常認同 兩國的合作關係要不斷升級 就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尋找方向 霍化願景 我們非常感謝總理閣下對兩國邦誼的重視 也期待未來一起創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最後 請總理閣下反國後 帶向總督史納克主義士 轉達臺灣誠摯的問候 在這裡也要請在座的貴賓 為臺路的友好邦誼舉杯 請坐下